在广州有这样一位98岁高龄的老人 他不但懂得上网 而且这个QQ聊天 发电邮网上购物 已经成为了他现在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了 因此有人称他是年纪最大的网民 98岁的钟伯伯 之前在南方医科大学当教授 已经是一个有十年网龄的资深网民了 因为用电脑方便的 用洗封信好麻烦的 洗好了信以后 要买信字 要买信封 要贴邮票 要到邮局去 太麻烦了 一个文件发了很多人收到 大大的节省了我的时间 钟伯伯说 儿孙都在外地工作 加上自己耳朵不灵光 打电话不方便 发电邮聊QQ 就成了他和家人沟通的主要方法 他还提自己取了个有趣的网民 我疏忽 那个他的年龄 我有这么优越的这个条件 我非常快乐 所以我是快乐的老虎 现在每逢钟伯伯的生日 儿女们都约定在网上给他注售 除了上网 钟伯伯说 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拍照 平时都会坐在电脑前看照片 回忆一下 每天泡在网上看新闻 还学会了网上购物 熟练程度不亚于年轻人 回忆结果 興旺 好 是